46. 浙江日報 加善電力 確保景區安全用電 2015年7月22日今日嘉興19通訊員張聰標將日信本部 信古鎮西唐的暑期旅遊高峰來臨 加善員工電公司深入西唐大街小巷推進低電壓治理工作 制定設實有效的方案確保居民和商業用電安全可靠 電壓更穩定 最近的一天下午 西唐宮殿鎖紅旋服務隊隊員張偉 通過電壓監測系統 監測到西街區域出現低電壓預警 便前往西街進行用戶排查 為當地住戶提供安全可靠的用電電壓 西唐景區的西街區域 旅店多 住戶多 剛好又在供電線路的末端 一旦遇上高峰用電 二造成低電壓和電器用電不穩定 嚴重時電器無法正常使用 加善員工電公司 自2015年以來開展低電壓專項治理活動 加善公司核區的低電壓得到有效提升 特別是針對西唐古鎮景區 結合此次古鎮創建5A級景區 西唐景區的低電壓治理工作修到明顯成效 通過配變的增容報點 老舊線路的改造 景區商店和居民的用電線路更堅強 更美觀 變壓器的容量為止更優化 用戶不用像之前一樣擔心電壓不穩 電器無法指滴敏資料 在西唐創建5A級景區過程中 當地供電部門根據景區特點 積極制定低電壓治理方案 採取措施推動低電壓治理工作 為了更好地完成低電壓專項治理工作 加善公司動態跟蹤管控 根據西唐古鎮人多點多 景區路窄的特點 配電檢修人員制定 實施多種措施方案 運行人員利用平衡三箱負荷 調等等多種手段提升電壓合格水平 同時結合西唐古鎮改造建設的機會 推進電網建設 通過前期的調研 再用電負荷薄弱點增加配變布點 減少供電半徑 更換老舊線路和配電設備 減少線路損耗 此外 運行人員在入常運行管理中 通過數據的採集 對台區電壓歷史數據進行分析 對台區的用電負荷特點和增長趨勢 做到心中有數 對可能出現低電壓的台區建立預警機制 安排人員主動對接跟蹤預警台區 積極利用各項數據工具 掌握客戶用電信息 安排人員實地陷察調研 對電壓偏低原因進行會診分析 提早著手 防微倒佔 設實做好配網運為工作 通過提升日常運行管理水平和電網建設工程 達到徹底消除低電壓的目標 好營哦 好營運行管理水平和電池 好營運行管理水平和電池 是否設定花火炭任何風機 積極利用各項スーツ